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,许多专家在妃子的墓葬中发现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共性,他们的酒窍总是会被圆润的玉器塞住,这一惯例在妃子的墓葬中十分常见,为何这样的惯例风俗会出现在地位尊贵的妃子身上呢? 这跟封建社会中的等级制度有密切的关系,古代的封建等级制度贯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丧葬仪式也不例外,大家好,这里是纵观史书,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,防止尸体腐烂产生失业,古代的科技水平相对落后,没有现代的防腐剂和冷藏设备,尸体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发臭腐烂, 尤其是在夏天或者湿热的地区,尸体会迅速肿胀变色,从身体各个部位渗出恶臭的湿液,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和侮辱,更何况是身份尊贵的妃子们,他们生前享受着荣华富贵,死后也要保持体面和尊严,因此,在他们下葬之前,就要用玉器堵住肛门和其他酒窍, 以防止尸液流出,玉器不仅美观,而且坚硬耐用,可以有效地密封住身体的开口处,古人认为玉石具有防腐的功能, 不仅有专门为了保存尸体所制作的玉衣,还有上文所提到的酒窍赛,周历中记载,必从以脸尸,就是指在死者的口中身上覆盖玉石片, 鲍谱子中也有记载,金玉在酒窍,则死人为之不朽,酒窍赛较为常见,酒窍赛一般是指掩盖,耳赛,笛赛,玉口汗,玉钢赛和玉阴罩, 除了用玉器堵住钢门和其他酒窍外,古人还有其他一些防止尸体腐烂产生失液的方法, 比如,在清洗遗体时,会用酒或者其他液体进行消毒杀菌,在放置遗体时, 会用楠木,松木等本身带有香气的木材制作棺果,隔绝气味,甚至用水银浸泡尸体,使其变干变硬。 那么,为什么古人要如此注重尸体的清洁呢? 堵住钢门是为了保持尸体形象。 其实,古人对于死者的尊重和缅怀并不仅仅是表现在丧葬礼上, 更是表现在对于死者灵魂的关怀上。 古人认为,人死后灵魂并不会消失,而是会进入另一个世界与祖先相聚。 这个世界与活着的世界是相通的,死者可以感知活着的亲人的情感和行为, 也可以影响活着的亲人的命运和福祉。 因此,古人对于死者的尊重和缅怀,实际上也是对于自己和家族的尊重和祈福。 在这样的观念下,古人希望死者能够安详地进入灵魂的世界, 不要遭受任何痛苦和羞辱。 因此,他们会尽可能地保持尸体的完整和清洁, 以免死者灵魂受到伤害或不安。 同时,他们也希望死者能够保持原来的形象和气质, 以免在灵魂世界中失去自己的身份和地位。 因此,他们会用玉器堵住肛门和其他酒窍, 以防止尸液流出,破坏尸体的形象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 用玉器堵住肛门这种做法, 并不是一种残忍或者无意义的行为, 而是一种对于死者灵魂的关怀和敬意。 这正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情感。 另外,这个过程之所以会选择用玉器, 其实背后也大有深意。 玉器的象征意义。 古代玉器不仅是一种美丽的工艺品, 也是一种富有文化内涵的符号。 玉器在传统文化中有着多重的象征意义, 反映了古人的宗教信仰、 政治理想、道德观念、审美情趣等方面。 宗教意义的象征, 古人认为玉是上天赐予的神物, 具有沟通天地鬼神的灵性。 因此,玉器被用作祭祀天地四方的礼器, 以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祈求, 玉器也被用作仪仗器, 以显示统治者的神兽权威和尊严。 权力地位的象征, 玉器因其稀有、贵重、坚韧等特性, 成为皇权、财富、尊贵的标志。 古代君主为了占有美誉, 不惜发动战争或进行外交交易, 传国玉玺就是最著名的权力象征, 谁拥有它, 谁就是真命天子。 财富的炫世, 玉器不仅是一种珍贵的财富, 也是一种展示身份和地位的方式。 古代富贵之人喜欢佩戴或收藏各式各样的玉器真丸, 以彰显自己的富足和品味, 玉器也被用作礼物或进贡品, 以表示敬意或求好感。 美德的文化符号, 古人把玉与美德联系起来, 并赋予玉以道德意义的审美价值。 他们认为玉具有温润、光洁、坚韧、 纯洁等优良品质, 正如君子所应具备的德行。 因此, 古人常用玉比玉君子或君子之德, 如君子无故, 玉不去身, 君子如玉等。 玉器是所有美好事物的代名词。 古人对于玉有着深厚的情感和独特的审美追求, 把玉视为一切精神美和物质美的象征。 因此, 古人常用玉比喻许多美好事物, 如穷江玉叶、 琴瑟琵琶、 琴棋书画、 琴瑟和鸣等。 可以看出, 玉器在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而深刻的象征意义, 体现了古人对于自然、 社会、 人生等方面的认识和感悟。 玉器不仅是一种物质文化遗产, 也是一种精神文化遗产。 众所周知, 从西周开始, 周公但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等级秩序, 创制了等级森严的周理, 并且将这一套周理的秩序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 具体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无礼及及击凶军兵驾。 其中, 吉礼就是关于祭祀之一类的礼仪。 由于吉礼是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之一, 因此, 不同等级身份的人所遵循的具体的礼规范也是不一致的。 就比如说, 在影视剧中, 我们可以看到战乱之年, 很多百姓横石遍野, 或者是简单的裹上草席便被扔到郊外去了。 就算是在平时的年份, 一般的老百姓都不一定有钱买得起棺材, 更不用说一场体面的祭奠仪式了。 而那些买得起棺材的老百姓, 他们的随葬品往往也是十分简陋的, 仪式也是十分简单粗糙。 不仅仅是由于财力上的差别导致丧葬仪式的不同, 同时, 我国古代对于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的墓地规模, 陪葬品的类型, 以及葬礼的规模都有明确的规定。 比如, 墓地的大小, 墓碑的形状, 墳高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。 其中, 树人的墓地大小只有二十方部, 而公侯的墓地大小, 则有一百方部, 并且从树人到公侯再到帝王, 其丧葬的规格不断提高。 而且, 这不仅仅是一种规定, 更是一种现实状况。 李济中所言, 李不下树人, 刑不申刀府。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, 树人不必遵守李, 大夫并不接受刑法, 而是说, 李主要是针对贵族设置的, 刑法主要是针对平民设置的, 因为只有那些达官贵族, 才会有财力和地位, 去举办一场风光的丧葬仪式, 而平民是不具备那样的财力的。 所以, 这往往也是地位高低的一种象征, 尤其是在帝王之家, 他们的祭奠仪式, 不仅仅是单纯的地位的象征, 更重要的是, 他们的祭奠仪式, 关系到他们自身统治的合理性。 帝王又叫做天子, 他们往往被认为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, 他们是代表着天对百姓进行统治的。 因此, 他们的一举一动代表着天, 往往需要有至高无上的威严。 所以, 帝王之家的丧葬仪式的程序格外严格, 阵仗也格外的豪华。 而妃子作为皇室贵族, 不仅他们活着时的一举一动受到天下人的关注, 他们死后的一举一动同样也备受关注。 他们会根据其生前的地位换上相应的服饰, 并且根据其地位安排他们死后墓葬的位置, 这一切都是有讲究的。 需要专门的人员送由皇帝, 由皇帝进行决断。 他们不仅仅生前不自由, 死后同样也是不自由的, 他们的一生就是困于牢笼, 是被囚禁的金丝雀。 所以, 妃子在下葬时被堵住肛门, 这并非是他们自己所能决定的, 而是由当时的社会惯例决定的, 最终是封建等级制度决定的。 在古代, 人们对于玉这个物件有独属于自己的封建迷信, 他们认为玉能够驱邪必灾, 甚至还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运气, 人死后也可以用玉石来保证死者的灵魂不被邪碎所侵扰。 更何况, 玉这个东西在古代社会也只有家境殷石的人家才可以购买, 甚至普通人是被禁止购买玉石的, 从这一点来看, 既可以体现出来自己的面子, 又可以让尸身不那么快腐烂, 为什么不选择玉石呢? 古代人是非常讲究的, 废品们无论生前做了什么, 死后也会让他们漂漂亮亮地离开现代生活当中, 也有类似让死者有体面离开的工作, 比如说殡仪馆的入恋师, 只不过这些行业在很多现代人看来还是非常忌讳的。 现代很多出土的古墓当中, 也有女性尸体被保存得非常完好。 就连一些专家们也在感叹古人的智慧, 古代的一些科学技术的确没有我们现代高超, 可是工人们依旧凭借着自己的生活经验, 以及独特的智慧来进行摸索, 创造出了足以让我们震惊的古代文化以及一些生活小窍门, 不得不说, 古人的智慧真的是让人可望不可及呀。 如果是谁, 就像一个小窍门, 校长的白抹, 请准复 着自己的能量 mam说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